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诚心诚意地邀请我做评委 但是我非常果断就拒绝了 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 我到节目组工作 就是为了激烂经验 做更专业的美妆色评 相当于微服私访 神仙下凡 虽然我名气大了些 但是做人嘛 要低调 可惜我的模特搭档 质量嘛 是差了一点 拖了我的后腿 她的脾气就不太好了 天哪 我把她打碎了 怎么办 谁还跟着我 天哪 你知道这个多少钱吗 我踢她没了 原来她的钱哪有喜欢我 怪不得她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晚上下班一起回家吧 正好有一点学书上的问题 想向您请教 所以你看 我在节目组 靠专业技能呼风唤雨 靠超高人气碾压味 就连沈亿都被我的魅力折服 她看我的眼神都不对 等着看吧 等我把LOS的成天救货 都卖出去之后 她一定就离不开我 那个我想问一下 沈亿是谁啊 我们节目的赞助商 喜欢如此优秀的我 那 那你想怎么样呢 既然她对我有感觉 我觉得她也不错 那就试试呗 那你能给我说说 沈亿这个人 是什么样的人吗 她呀 看起来挺安静的 表面上冷漠 但内心却很柔软 别人都说她很抠 但我恰恰觉得 这是她最吸引我的地方 她对别人都很抠 对我却很大方 真太感动了 真的假的 对了 下午还要录节目 我先不跟你说了 那如果我跟她在一起了 我会带她来见你 艾桃老师 孟茴小姐脑补的剧情 也太浮夸了 这是她对客观现实 进行的艺术加工 为了满足她的幻想 那她怎么样才能好呢 提取她刚刚说的信息点 第一 她想当一个带货的国主 第二 为了那个沈亿 孟茴小姐的微博 一夜之间涨粉好几万呢 这是谁啊 沈亿女朋友呢 沈亿女朋友呢 沈亿不是特抠吗 怎么还有人喜欢她呀 我当不上沈前生的儿媳妇了 看来这次 她是有希望可以达成目标的 这么难驾驭的颜色 你难道不想试试吗 LOS八笔粉 拯救黑皮哦 这样的 关注您的人比较多 所以说呢 好 我打断你一下 这个节目嘛 我一般都是 会比较关注时尚方面的 去契合她的主题 紫青老师真的好帅哦 好 我打断你一下 你喜欢苏紫青 紫青老师不仅长得帅 业务能力也好 人品还超高 我昨天看到她 帮参政选手解围呢 超级好 那就去溜啊 怎么溜 好 这里不用涂 谢谢 我给你做个示范 学着点 三四五 对好 威蕾进去了 威蕾进去了 开始了 开始了 我给你押萌营 我押萌营 我押沈夷 抱歉 不用了 谢谢 这是比 你明天还录节目 要这样吗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 你没有脖子呀 沈总 回来 你怎么摔了 揪得完了 弄错了 这是卸中时间 你们谁看过我 我有点素颜 撒好机给我对上去 退起 退起 我要抱你 伸对 伸对 行了 你赢了 你继续 拜拜 我就说少了两千 好了 你别动 每次 二次 二次 三次 四次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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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那个! ! 喊了那个是沈亿吗? 雄瘦! 你见错了? 狗短胃啊! 我学会了 不跟你们测了 就对通过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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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老师 我是想在这一期就是说 因为上一期这个观众赏 你之前主持得很好啊 非常好 苏老师稍微再试上一遍 好好好 那苏老师你先忙啊 我先忙了 好好好 David David啊 苏老师 我要承担 谢谢啊 你这儿什么意思啊 在我们家那边 这样是打招呼的意思 你是要给我送这个吧 润口茶 我整天Q流程 还要做点评 正需要这个 谢谢你啊 很贴心 这么难架的颜色 你难道不想试试吗 L-S大臂粉 整个黑皮哦 看看网友怎么说的 还看什么评论啊 沈总 我们之前押了一仓库的 八臂粉 那就是那种 无人问津的死亡色号 孟茴小姐视频 刚发出去半个小时 就受空了 断货了 这就是带货王呀 一只唇膏的盈利 能挽回你们市场部 所有彩妆产品的困损吗 不 不 不能 那你高兴什么 像这种合作还有多少 还没开始 不过 这种合作还有多少 据我推测 孟茴小姐应该是 出于私人交情 特意帮咱们公司 不 帮您 做的推广 也就是说 没花钱 对 那她 发这一条视频 要多少钱 要看具体情况 便宜的几千块 贵的几十按都有 我们现在能联系到的 广告位有多少 如果连续投放三天 需要花多少钱 我们现在手头 可以联系的广告位 差不多有十六块 然后每天均价在 两万左右 再让她录一条 把我们上次卖不出去的 那个荧光子 给推翻 好的 经费 怎么还不走 沈总 我们这次录视频 算是商业行为吗 和这次一样 好的 走吧 走吧 好 蒋特叔 沈总 这是不是不给批订费的意思 跟这个一样的意思 就是这支视频没花钱 那下一支视频啊 也不准备花钱了 所以这意思就是让我们刷脸 再去要一支免费的推广视频 以我对她的了解 是 就算刷脸 也得刷她的脸吧 毕竟她和孟小姐的关系 这是我们沈总 给您那一点小心意 我们LS彩妆系列 全色系的唇膏 希望您喜欢 沈亿送的呀 真太感谢她了 不用感谢 我们也有个不情之请 说 您给录个小视频 那个就用这款唇膏就行 录视频 对 就是您给我们沈总录的那种 对对对 你们的意思是说 沈亿送我口红 让我给她录个视频 真是黏人 对对对 行吧 录呗 陈丹 这个人也有多少次 谢谢你送我的口红 我也爱你 那那那那那 要这么录吗 不好看吗 好看好看 感谢孟小姐 免费的就比要求那么多了 回去给摄影看 好好好 感谢孟小姐 坐下来吧 对对对 喂 沈总 带货的视频录好了 您要亲自审一下吗 不用看 发吧 这么 随意的吗 就算你把所有的口红都卖了 也不过几百万的利润 我现在在处理股票和基金 能为公司挪出上千万的现金流 但是有些事情 我觉得很为难啊 能带货就行 拍成什么样很重要吗 好 沈亿 谢谢你送我的口红 我也爱你 摸摸摸 谢谢你送我的口红 沈亿 我也爱你送我的口红 我也爱你 摸摸摸摸 我也爱你 摸摸摸摸 我拿不到你 谢谢啊 谢谢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沈亿 谢谢你送我的口红 我也爱你 我就是带货 我可以 沈亿是你前男友的人 从现在开始 我接受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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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怎么跟沈亿解释啊 完蛋了 沈亿 谢谢你送我的口红 我也爱你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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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去 你看见了 谁让放的 脑子进水了吗 怎么都哑巴了 说话呀 您 您 您让放的 我让放的 开什么玩笑 这么大的事 不跟我报备一下再放吗 我担心打扰您上千万的大生意 其他生意我都可以先不做 这个钱我不挣了 但是这个视频 我花了一百多万棒的 会赔 那个 其实没赔 银光紫卖空了 唇膏 转了 放了我再去 三天 辐射范围 固定范围辐射全国LS专柜 还有合作商场 非固定范围如微博朋友圈 那些就 就就就不好估计了 什么后果 那个 您和孟小姐的 非固 都 都是我们的失误 我们以为 您和孟小姐关系特殊了 你说什么 这 他人在哪儿 你看到沈总了吗 没有呀 你要找他 我是想躲他 真是不巧 我正好有事要找你 沈总 微博的事我可以解释 谁让你一厢群愿乱发那些照片和视频啊 让别人误会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对 如果我说 那个是三天前的我发的 三天前的我不是现在的我 你可以理解吗 可三天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是同一个人啊 那谁来负责 现在的我 对啊 怎么负责 我会尽力赔偿你的经济损失 经济损失是肯定要的 但是你去找蒋江对接 我跟你不想有一点关系 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 现在去跟所有人 澄清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我们两个没有恋爱 没有暧昧 都是你一厢情愿的 明白吗 走走走走走走 好 别走走走走走 好 别走走走走 好 别走走走走 好 别走走走 好 别走走走 好 别走走走 爸 我们不是走错了 我们就吃了 看你们慢慢聊我们都知道了 对 对 好 我没明白 我没明白 你跟沈亿是什么关系 什么一厢情愿 我说每次一犯老毛病 总是能惹上一大堆事 现在全世界都不相信 我觉得我是个骗子 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 你就算有一百张嘴 你都说不清 等等 为什么一觉醒来 整个世界都乱了呀 犯错的人明明不是我 我过去要我来承担 孟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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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都是麻烦师 对不对 你还实现了很多愿望 你当了美妆师 你还成了带货王 你的微博还长了好多粉丝的 对不对 那也当不成啊 他们都说我骚扰沈亿 现在节目组都觉得 是我骗了他们 可能明天我就要被辞退了 不至于 你放心 我帮你想想办法好不好 好 我帮忙 您好 这个给您 不好意思 我收到了一张 在这里免费问诊 做心理咨询的体验券 蒋江是吧 请进 先做一些基础测试吧 轻度抑郁 方便问一下您是什么工作吗 我是总裁特助 您这个工作环境呢 您属于高位人群了 先签个字吧 签哪边呢 我 还有一点选择困难症 洁癖 强迫症 不是 我 信息恐惧症 没有没有我 我这里有护手说 服务型人格 服务型人格 那我还有救吗 只要定期接受心理咨询 配合辅导 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一定配合到底 那我就先跟你约 下周的心理咨询 以后你保持每周两次的 频率过来就可以了 那 费用方便 我妈陶医生呢 是一级的心理咨询师 费用在一小时四千左右 您按照每次一个半小时的 标准计算 应该是每周一万二 要不我还是病着吧 只要你帮我一个忙呢 我可以免费做你的心理咨询师 提供上门服务 二十四小时随觉随到 帮什么忙啊 应激障碍症 应激障碍症 会给予他一些心理暗示 也会赋予他一些身份或经历 所以他做的那些事 都不是他的本意 给你添麻烦了 我很抱歉 希望你能够原谅他 那他为什么会得 这个应激障碍症 原因很复杂 他是这两年才开始有的症状 算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种吧 往根源说的话 可以追溯到他小时候 发生过的一起意外 我来打个比方吧 当人们遇到一些挫折 就会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 比如挨了老板批评就会想 如果我是老板的老板就好了 或者如果我有十个亿就好了 比如某某是我的女朋友就好了 如果我一辈子买东西 都不用花钱就好了 有 但我们都知道这是假的对不对 对 可是孟茴跟我们的区别就是 他觉得这是真的 这个我能理解 但问题是给我添的麻烦 谁来负责 我再给你解释得清楚一点吧 当初弄掉螺丝钉 导致桌子垮掉 包装瓶碎了一地的人不是他 但是主动找你承认错误 承担后果的人是他 去节目组找你道歉 澄清事实的人是他 但是拍照 录视频发微博 兄爱的人不是他 我这样说你能明白了吗 有点复杂 阿桃的意思就是 欠您的钱 您欠问B要债 那我不去跟B要债 我的钱去哪儿了 你们的意思是 让我看在他有心理问题的份上 原谅他 老板 您怎么还没听明白 我都听明白了 他给你发工资吗 我先有事先走了 蒋江 一会儿你送一下 这位心理医生 你们老板是不是很难被说服 我们老板啊 这是嘴硬心软 我们今天看到的表格 是我们市场部经过市场调研 得到的一些财装平台的数据 当初弄掉螺丝钉 导致桌子垮掉 包装瓶碎了一地的人 不是他 但是主动找你承认错误 承担后果的人是他 你能不能不像小美这个 你不觉得这个负担很重重吗 可这个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不能因为让别人 为这件事情受到伤害 我跟你不像有一点关系 我们俩的没有恋爱 没有暧昧 都是你一厢情愿的 明白吗 沈总 散会 沈 沈总 最近工作也太忙了 我好久没逛街了 我也是 沈总 沈总 这么晚您怎么来了 温慧在吗 我刚才看到她在化妆间里 嗯 谢谢 走吧 好 好 好 你怎么来了 我恰巧路过 你干吗呢 这衣服明天要用 所以说 必须今天全部洗干净烘干 你怎么不用洗衣机洗啊 得全部手洗 这么多衣服 就你一个人洗 其他人呢 他们有事在忙 你是不是被欺负了 我没关系 你别激动 真的没事 我帮你洗 你用点 你用点 我去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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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洗衣服 一洗衣服 脱衣服 你把人家回来 一洗衣服 你干嘛 还是去看看吧 来 走 孟茴 我们刚忙完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加班呢 是吧 走 走 休息啊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去那边讲话 来来来 来休息一下 这跟我们呢 走走走走走 这跟我们呢 走走走走走走 去吧 有时候想想人生真的是神奇 十分钟以前 我还在里面一边洗衣服 一边担心明天会丢掉自己喜欢的工作 十分钟之后 我们竟然坐在这里看星星 而且一切事情都被解决了 那天 是我在大家面前 对你太苛刻了 非犯的错误 不能全怪罪于B 这样对B很不公平 你都知道了 应该道歉的人是我才对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对于受害者来说 A和B 应该都是同一个人 既然自己犯了错 就应该承担责任 不然对于别人来说都不公平 会很苦恼吧 你是说 因为应激障碍症 分不清想象和现实 自己犯了错 自己再去收拾烂摊子 有时候真的挺无奈的 不过这个世界上 没有绝对的好事 也没有绝对的换事 但是换个角度想想 也算是老天给我一个特别的礼物 礼物 每个人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 想做又不敢做的事 我们经常被脑海里那些 条条框框的规矩束缚 压抑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但是应激障碍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算是给了我勇气 让我去做一些不敢做的事 就像宿醉 酒壮怂人歹 你不用担心我 我都已经习惯了 而且我不是也在努力地克服吗 阿涛说了 我只要勇敢一点 自信一点 把过去 把过去那些事情都忘掉 一切都会好的 加油 我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的 你为什么要做化妆师啊 你为什么要做化妆师啊 你呢 为什么要做化妆品啊 我 因为 我只想让一个人变漂亮 我最好想让一个人变漂亮 你呢 你呢 我呢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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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你呢 我呢 我呢 都不公平 你为什么要闯祸 要好好地 划人家脸干什么 我家里面这个样子 我又病得这个样子 你是想逼着我去死是吗 据说会留爸 诊龙手术 需要大笔的医疗费 增绝父母利息 看这样子 但我竟然赔不起啊 这孩子凌智挺老实的 从来没跟同学起过冲突 这件事要不要再问一下 来吧 大致情况我们都了解了 但是作为校长 我还需要听听曾绝 还原当时的情况 只要不是他先动的手 这事情还有回旋的雨滴 曾绝 你快说 是不是你先动的手 俗据 大家前面 小雪 你快说呀 我 你快说呀 你快说呀 啊 不是 不是我 是他们先动的手打你啊 那那个小姑娘呢 是不是跟他们一起的 是 是 是 他和他们是一起的 你还怪我吗 都过了好吗 我现在都没有做出能折疤的粉底液 他的脸 是什么样子的 别人会笑话他吗 天哪 你脸上有这么大一块疤 会有人欺负他吗 所以 你这么会遮疤 是因为你脸上有一块疤 沈亿 你冷静一点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没过去 孟茴啊 你说我怎么总是能发现 你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呢 我 为了 你可以不要把我这件事告诉别人吗 我不想让大家知道 沈亿不知道啊 你不要跟他说 那多不公平啊 我只是整了一个鼻子 就有每天那么多人议论我 我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翼 你说 你脸上有这么大一块疤 却每天都活得风生水起 这个世界是看脸的 你说 沈亿要是知道你脸上有这么大一块疤的话 他会怎么看你 他还会喜欢这样的你吗 你看 瑕疵有时是雀斑 是痘痘 是伤痕 有时是不愿意被人看到的真相 无瑕者无畏 有瑕者多情 后退不了 早就习惯着嘈杂时间 但我能感到你在此间 靠近你以前我倒数时间 想找到你 想抱紧你 为此我宁愿再等一千年 直到遇见你 美好的不真实 无字无语伦笔 你的双眼像钻石 凝视着我 你是黑夜中的谣言醒我 你是黑夜中的谣言醒我 别让我 在世间坠落飘泊 映着我 想起心收护着所有的角落 让我也爱过 暗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